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接著帶您看到金山鄉的聖德宮 昨天晚上舉辦祈福法會 不過武士團在表演高低莊的時候 表演者一個不小心踏了空 從兩公尺高的鐵莊上摔到地面 白色的廣東獅在兩公尺的高低莊上 跳來跳去展現一高人膽大的技術 沒想到一個不小心 失位的人竟然雙腳踩空 扯落前方搭檔的獅頭 兩人從鐵莊上一起摔落地面 觀眾原以為是在做效果 發出驚呼連連的聲音 可是男子的臉色一陣白一陣青 露出痛苦表情 只能靠雙手撐在地上 才了解是出了意外 這一摔可不清 男子痛到已經昏倒 靠人搀扶送到醫院 外揮主持人靈機一動 用麥克風加油打氣來緩和緊張氣氛 這個醒師團曾獲得多次比賽大獎 可能是趕場接太多活動 出現體力不計的插曲 幸好只是輕微受傷 民視新聞陳仲瀚機動報導